我們這次要開箱的是西安產霸喜來登酒店 那麼關於飯店的預訂還有飯店的搜尋你可以使用ship.com 在大陸的飯店這個APP是非常好用的 那因為前一篇影片已經有介紹它的使用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細節 那我們這邊就不贅述 那要知道它的位置或者是知道怎麼去呢 你可以使用高德地圖 高德地圖有這個手機版也有這個網路版 如果你沒有下載手機的話你可以看一下電腦版的部分 那一進來呢 我們就直接google進來 那一進來它可能會跳一個視窗說你要不要下載手機 你就把它關掉就好了那個沒有關係 那我們搜尋西安 喔又跳出來了 我們搜尋西安市的部分 本來預設會是北京啦 那我們就搜尋西安 那在西安可以看到中間這個區域 有一個圍起來的區域 是它的舊城區 那左上角呢就是西安顯陽的國際機場 好 那我們稍微放大一點 那在北端呢有這個西安北站 算是在高鐵上呢 就是整個就是西安的一個門戶 就是在這邊 右上角這裡呢就是一個慘霸特區 算是一個新興的一個特區 那它有一些高樓啊 有一些會展中心都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找一下西安慘霸洗來燈 喔馬上就可以了齁 洗來燈酒店 好 那它位在這個位置 那靠近的是這個物裝地鐵 它是A2站 那你可以透過物裝地鐵呢 那去往返市區的部分 那在這個慘霸洗來燈上面呢 我們稍微點一下 等一下這邊有個箭頭 箭頭就是可以去找尋說 它要去哪個地方 比方說我們要去的是永寧門 就是西安的城牆上面的 最大的一扇一個舊城門 我們就從城樓這樣子 那就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地鐵的路線出來 那你當然可以選擇開車啊 或公交或步行 那你基本上就是可以走地鐵的三號線 然後進來到這裡轉車 然後再拉上來 或者是說也可以選擇其他的方式 比方說換塵掃啊 或步行掃啊等等的這些 不同的這個做法 其實都相當方便啦 螺絲上跟Google Map沒有差很多 現在大概要一個小時左右 開車大概也要半小時 所以基本上就是整個 雖然地圖上看起來還好 但是以整個西安的Scale來說 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在行程上 可能就要預留一點時間 那如果你真的只想玩城區的話 你可以住城區內的飯店 那我們這個位置呢 雖然是太大 在西安東北角 要拉車去 滑山或者是平衡法用 也是相當方便的 等等搭地鐵時間是蠻長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開車 或者是搭車 來減少這個通勤的時間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滴滴出行 那一樣 就是這個相關的這個介紹 在上一部的影片也有提到 那就請觀眾到上一部影片去參考囉 西安慘霸呢是一個 最近在整個西安城 古城的這個東邊 東北角的這個區域 相當嶄新的這個地區 那它裡面呢 有一些世貿中心啦 會展中心 相當多的商辦 那也相當多的展覽 暗示著這個非常活躍的商業活動 那在這裡呢 就有一些新飯店的進駐 包括萬豪集團的這個洗來燈 大廳呢相當的挑高開闊 其實你看到大廳裡面 就有一些什麼牽到組啊什麼的 表示有很多商會的活動在這邊進行 那採光當然是沒話說囉 那大廳裡面呢 就有一些會議室啦 有這個大廳的bar 有這個賣點心的地方 其實整個整體的裝修呢 相當的漂亮 那提供的服務也蠻多元豐富的 它的cafe bar Morning by Sheraton 整體呢 有25層樓高 我們這次住在19樓 那主要的公設就集中在1樓 2樓 那另外還有在頂樓的部分 25樓有行政酒廊 還有健身房跟游泳池 那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的房間吧 雖然很晚啦 但是因為 怕使用了就破壞了 所以我們還是忍著睡意拍一下room tour 我們的房間呢 是位在邊間 邊間的風景總是特別好 一開始進來是一個玄關 那mini bar放在這邊 那玄關的部分呢 有一個衣櫃 還有一個小小的行李架 那這裡可以有一個顏色的色差 可以讓你放鞋子 比較不會錯亂 不會說把外面的東西採到房間裡面 mini bar的部分呢 提供兩罐水 那裡面還有一些杯子 那這邊底下是空的 讓你放東西用 還有一個冰箱 冰箱裡面也是空的 我們來打開來看看 沒有東西 可以看到 讓你裝一些 你們外面買回來的飲料等等的 你當然也可以點啦 那一些人影的部分 大概都是10塊20塊 這樣子的價錢 當然是人民幣囉 整體的房間來說呢 不是算非常的大 但是擺下雙人床 還有窗外開闊的夜景 其實綽綽有餘了 我們進入房間時間真的滿晚的 好想睡覺 然後電視的部分呢 是沒有辦法看YouTube的 沒有辦法看YouTube 好 那在床邊呢 有一個貴妃椅 還有桌子 好 那接著就進入洗手間的部分 好 那這邊的 不管是洗手間的 還有那個 握房的這個落地窗 全部都是採用電動的窗簾 那採光也相當的好 整體的設計是走一個簡約的風格 還蠻符合現在時下的這個喜好 另外是乾式分離 不過不是免制的馬桶 我們打開淋浴間來看看 好 裡面呢 這個相當有設計感的蓮蓬頭 用的是有點像Dyson吹風機的形狀 那這個是沐浴爐的牌子 還有conditioner 還有洗髮精 全部都放在一起 這個面板比較黑一點 不過現場的光線是看得清楚的 好 那在外面的話 你可以泡浴缸看夜景 我們大概就在這裡住了三個晚上 其實真的是蠻舒服蠻愜意的 伴隨著夜景我們入眠了 各天早上醒來呢 也是一樣 可以看到這個很大片的窗景 落地窗的好處呢 就是你視野會更開闊一些 因為前面沒有大樓阻擋 所以就可以把整個慘霸特區禁收眼底 接著我們要去一樓 一樓的大堂吃飯 這是今天吃早餐 早餐都是自助餐 隨著電梯我們到一樓啦 吃飯的地方叫做時光 daily social 它算是一個全日餐廳 就是提供自助餐的全日餐廳 整體的風格呢 也相當的舒服 其實跟目前萬豪主流的 一些旗下的飯店都不會差很多 整個裝修的感覺都不會差很多 座位的拆光也很好 雖然是一樓 那這邊呢 可以提供一些 比較算是陝西特色的食物 包含涼皮 包含一些辣的啦 那當然還有一些西式食物 一些優格穀物 那你可以自由的搭配 這裡最好的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在整個自助餐餐廳 吃到很多陝西特色的食物 那這個格子裡面呢 放類似一些涼菜 還有水果的部分 那這樣整個格子有點像 高雄週記的感覺 整個整體也是相當的清爽舒服 那這是我在第一個區域 去拿的一些涼皮 一些有蔥花的部分 這邊可以吃到一些陝西特色菜 像牛肉的泡膜 還有熱丸胡辣湯 這個是有點像小米粥的部分 一大早來一點清爽暖暖味 其實也蠻不錯的 這個是橙膏 橙膏就是有點像我們的甜膏 那種感覺 那它其實是吃起來就是甜甜的 然後整個質地也是相當的Q韌的嚼勁 還有油條 還有豆漿 那隔天呢 換成這個酒釀的湯圓 這邊叫做料炒湯圓 好 烙燒湯圓 這邊還有一些原型食物 一些穀物的部分 然後幫助你的消化 那還有饅頭 包子 這些蒸籠類的點心 那再來是炒麵啦 青菜 一些算是熱菜類的部分 那這邊還不錯呢 因為我們連住三個晚上 可是我們發現它每天的菜色 都不會說完全一模一樣 像隔天就換成小酥肉 有點像我們的排骨酥 那青菜跟玉米 其實都很像在台灣吃的一樣 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再來是雞蛋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煎蛋 那也可以選擇像是溫泉蛋 荷包蛋 都可以使用 再來就是一些比較細事的部分 另外我很喜歡這一區 這一區提供了一整桌的醬料 蔥啦 醬油啦 醋啦 花生粉啦 芝麻粒啊 等等的 最猛的還是這一鍋辣油啦 雖然是一鍋辣油 不過它沒有看起來這麼辣 再來是煮麵的特區 那裡面你可以選擇米線 可以選擇混沌 你可以選擇西安最出名的這種寬麵 這個雖然 像是錶錶麵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真正的錶錶麵那麼寬 那後續我們會再試去 還會再吃到特色的麵食 再來是這一個是咖啡 還有這個茶包 茶包是用Delma的 另外還有果汁 再來是點心區 有一些可頌啊 法國麵包啊 一些蛋麥 Danish啊 蛋塔 還有麵包布丁等等的 再來就是一些 還有碰餅 也是有算西安特色的東西 麵包 甜點圈 等等的 那他還會說今天有提供哪些類的麵包點心 還有這種紅絲絨蛋糕 再來是圖絲啊 果醬啊 這是另外一天的啦 就是碰餅來的更齊全了 紅、橙、黃、綠、黑 什麼顏色都給你具備了 其實原則上你在這裡好好的品嘗 其實不一定要 真的要去 市區吃美食啦 說實話是這樣 那還有這種脆餅 其實整體是相當的豐富 那這些區域 我不是說這次一次就提供這麼多東西 那我是分天拍的 那每天都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樣 一些果乾 蛋塔 還有我自己也很喜歡的熱的麵包布丁 接著我們來看看他25樓的行政俱樂部 行政俱樂部這個太早來了 沒有開放 那裡面可以看到一個吧台 可以提供一些酒水的服務 那再過來呢 這邊是健身中心 那健身中心跟游泳池呢 算是隔壁的 我們先來看看健身中心啦 那畢竟站著樓高之變啦 這邊採礦相當的好 可以看到有提供水跟毛巾 那每個面向窗戶的空間都沒有浪費 就是擺一些飛輪啊 跑步機 那你可以看整個產霸特區的這個風景 那天氣還不錯 沒有什麼雲 看到這種開闊的風景 心情就會變得很好 那他的空間也不小喔 其實還蠻長的 那採用兩面的窗井 那我想另外兩面應該是留個游泳池了 那我們等一下去游泳池看看 這是另一面喔 又有很多樓房的部分 游泳池才在另外一邊 那要更衣的區域呢 在兩個游泳池和健身房的中間 游泳池也是相當的開闊 這邊有一個比較淺的 算是兒童池 那再來長行的部分呢 才是大人池 水深就是標準的游泳池的深度 那在時光的對面有一個活力空間 不能算這個畢竟還是一個商務飯店啦 不過就是還是有一些讓小朋友可以玩遊戲的地方 包括騎這個馬啦 或者是玩這個積木 那可以玩這種溜滑梯類的 拼拼起來像一個溜滑梯 那當然你也可以蓋大樓 那這個就是本期這個 這個西安慘霸喜來燈開箱的全部內容 那如果喜歡的話 我們後面還有這個 併馬俑的影片 還有華山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收看 那我們的這一次的這個 西安的旅行呢 除了這個 一開始的注意事項之外 我們還會開箱 這個西安慘霸 是一個新的特區的喜來燈酒店 那同時呢也去了華山 登華山去看這點美麗的風景 那也在市區呢 吃了一個有趣的這個 傳統的美食 這個呢叫做 表表面 非常難切的這個字 哇 這個熱油散開箱 真的很舒服 到中樓 中樓 中樓 我們今天早上有來 他講那個開園商城啊 他是一個殘廚的造型 哇好美喔 好美喔 去西安你大概沒辦法不看兵馬友 這個兵馬友人潮相當多 但是很壯觀 非常值得一看 那詳細的資訊呢 會剪輯成影片 並且會放在資訊欄 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大家以後要來 大陸自由旅行的話呢 希望這個是一個可以 幫助到你們的攻略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期再見